大家好,我是皮卡大叔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粒国产的十几万的皮卡 升级成一个又高又猛又帅的大皮卡的案例 这台大将军的车主是少见的 舍得在皮卡上花钱的 15万买的车花了4万块钱来升级 首先全车做了一个水泥灰的贴膜 然后换了轮胎轮毂加了前杠 大家看这个前杠有没有蜘蛛侠的感觉 底盘护板也加了 全车做了一个两寸的升高 用的是黑曼巴两寸升高的套件 而且在后部呢 它还加了一个长箱高盖 但是这个高盖呢 并不能代表这个车就能在限制皮卡的地方进城 全车加装了一套美式的大轮煤 大家看这儿是带小灯的 这个让整体的这个宽体的大将军显得更宽了 加了黑曼巴两寸升高套件和加了大轮煤之后 显得轮胎稍微有点小 车主只做了一个码的升级 其实我们建议的是285更大一点的轮胎 全车的底盘护板能够保护这个车 在越野的时候不会来自于底盘的伤害 加上这个定制的厚高盖之后 也让这个长箱版的大将军 内部的储物空间更大了 也显得更安全了 大将军这款车呢 代表着北汽福田现在皮卡里的高端产品 说真心话 我挺喜欢这个车的内饰的 豪华感十足 兄弟们 你们愿意15万块钱买台皮卡 然后花4万块钱升级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这个车的改装风格你喜欢吗